那刚刚我们已经建置了Gembo的版面了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Gembo的版面 你汇出去的那个图档 怎么把它变成是第一组要讨论的版面 跟第二组要讨论的版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因为我是本身已经用Google Classroom了 所以我在Google Classroom这个班级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首先呢我就可以从这里来新增 当然这不是唯一新增Gembo的方法 你也可以从Google的这里点这九个点 然后直接新增一个Gembo 这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Gembo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习惯是放在这里 为什么因为这样它才会跟我这个班级的资料丢在一起 以后会比较好涨 好那我就按一下新增 在新增这里有一个更多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Google的Gembo 好就点它 点它之后因为我这个是跟另外一个账号共用的 所以我建立并共用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调整这个共用设定 不然到时候呢学生可能会无法开启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先给他一个名称 例如我们给他一个叫做第一 这是视学同步 视学同步 非同步 讨论 然后我们这是第一组 好这时候我就按下确定 好按完确定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要把它的画面载进来 那怎么设定背景呢 就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设定背景 你就点一下设定背景 好设定背景它预设有一些格子的背景给你了 所以你有你可以根据你不同的状况 或者希望学生做笔记的状况设定背景 这边有一个加它可以汇录图片 那汇录图片的时候我就要去找我的图片 所以你可以浏览 那我刚刚的图片是放在文件里面 视学同步 非同步 讨论的这个图片 我就按开启 那就会帮我汇进来 当然你也可以脱一进来 也是可以的 好因为我们已经设定好16比9 所以它汇进来之后就直接是满板 所以就会非常好看 非常的简单 就可以设定好第一组的背景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 因为小朋友们 他可能会用不同的账号进来 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 像我在台中教育大学 我就希望他们小学生们都用GN账号进来 可是有时候呢 他们手机在调整的时候 他可能会用不同的账号进来 那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因为如果你只要不要把这个连结公开在网路上 其实别人是不会进来的 所以你不用这么害怕 你再共用这里点一下 好点一下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叫取得连结 那他预设的话呢 是只有台中教育大学的连结权限才能够用 那我们在这里呢 可能要你可以修改一下 你可以变更 然后变更完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所有知道的使用者 然后你就复制这个连结 这样就可以给其他的 就是只要知道这个连结就可以用 那你的学生呢 如果他不是用 你像台中市他不是用ST帐号 他知道这个连结 他也是可以进来讨论的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连结复制出去了 然后复制出去了之后 我就可以按下完成 那这个就是用Jumball来进行 分组的背景的设计的一个方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第二组怎么做 这是第一组 那第二组跟他一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视学同步非同步讨论第一组 那我蛮懒惰的 你就直接把它按右键 然后这边再建立副本 因为内容是一样的嘛 我只是要把它变成给第二组 对不对 然后变完了之后 我就要把它点两下打开 那Google的云端的好处是 我这里改外面的档名就会改了 所以我直接把这里改成的副本 直接改成第二组 够简单吧 然后按一下确定 这样第二组就完成 你看版面都不用改 然后不要忘记检查一下功用 所以我检查一下功用 公用有没有 这是限制只有台中教育大学的 所以我要改一下 我要把它改成知道使用者的 刚刚好像忘记讲这里 你这里要让他填 这里要改成编辑者 刚刚忘记了 所以等一下必须要回去改一下 编辑者 然后再按下完成 这样就OK了 所以再回去再检查一下 刚刚的那个第一组 我们再把第一组再点开 好 那我们再检查一下功用 然后这边变更 然后这边 检视者真的忘记改成编辑者 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编辑 他才能够调整里面的内容 他们才能够在上面贴便利贴这些东西 好 那我就按下完成 所以这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在POWERPOINT 或者在简报里面设计好一个16比9的背景 你就可以直接会到我们的GEMBO 里面来来当做他的讨论背景 然后接下来学生就可以利用 左边的这些工具 来进行课坛的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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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